总统大选前 赖清德受邀上Podcast 与一旁主持人叶炳成大聊法新 创下35万点月率 而台大电机器教授叶炳成 网络上拥有高声量 粉丝专业多达29万追踪 传出他将接任教育部正次 也让外界直言是一大亮点 叶炳成来说 我赋予比较高的一个期望 他毕竟是一个亮点 他过去不管在新创 还有在所谓的台大工学院 他叫AI 他自己所办的这些 所谓关于新的教育理念 我甚至觉得 他真的比现在的正英要部长 更适合当部长 是一张超级无敌好的牌 他可以说是最创新教育的代言人 他如果能够把民间的最新的思维 进步的做法带入高教体系 带入教育部 这是好上加好 叶炳成将出任教育部正次 蓝立委一致肯定 而另一名正次则是前立委张辽晚间 因为我当选后来我觉得他们 拜托我教育的很多工作 我应该帮我完整多关心 谈起教育 镜头情寒落下男人类 两届立委资历 张辽晚间常年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 这回将出任教育部正次 过去立院占有相当看好 另外法务部长由台北地点署 检察长郑明迁出任 政务司长任雪 则内定前民进党立委黄世杰 黄世杰也强调如果未来有机会 进入到中央政府将贡献法律专业 及相关经验全力以赴 520新政府即将上任 新内阁也将各就各位 下期训练郭森 马月魂太报道